大家好 今天我教大家织一个美观大方的毛织图案 适用于毛衣、开心衫、儿童衫 我起了16帧 一个花6帧 两个花12帧 两个边一边2帧 16帧 先织4帧下 第5帧 从里面织出3帧来 1帧 加1帧 再织1帧 拉长一点线 完了 这1帧 第6帧也是同样 1帧 加1帧 再织1帧 出来 现在是 2个 6帧等于是 再织4帧 4帧下 这1帧 这1帧 也是出3帧 这1帧 加1帧 再织1帧 这帧完了 再织1帧 再织3帧 加1帧 好 这帧也完了 再织4帧下 2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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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帧 4帧 上帧 2帧 把刚才1帧 1帧出3帧 挑过来 不织 再把这个 1帧出3帧 挑过来 不织 我们再织4帧上帧 1帧 2帧 3帧 4帧 我们再织2帧 我们再把刚才的 加出来的 3帧 挑过来 这3帧 也挑过来 不织 再织下面4帧 上帧 我们翻过来 至2帧 前面的2帧 和后面的3帧 调换位置 3帧到前面去 2帧到后面来 加出来的3帧 永远在前面 到位置 后面的2帧 永远在后面 到位置 倒完位置 加出来的3帧 就 再织1帧 拧着 织1个下帧 3帧 并1帧 然后再织后面的2帧 下帧 后面的2帧 和前面的3帧 调换位置 后面2帧 从后面调过来 前面3帧 从前面调到后面去 织2帧 织2帧 下帧 再拧着 织1个 3帧 并1帧 织2帧 下帧 织2帧 再拧着 织1个 3帧 并1帧 前面来 前面的2帧 掉后面去 去 调完位置,三针并一针,至两针下针 再把后面的两针调前面来,前面的三针调后面去 织两针下针,再把三针并一针,拧着织出来 这样出现了半个花,夹针的部分是花的外围 中间部分花心是四针下针 最后织两针下针 翻过来,织一行上针 再翻过来 织两针下针 这只四针下针 这只四针下针 再一针出三针 下面还是花,再一针出三针 再织四针下针 下面是花,一针出三针 再织两针下针 翻过来 翻过来,织上针 遇到上一行的三针 一针,挑过来 一针出三针 接着织四针上针 再织四针上针 再挑过来一个三针 再织两针上针 翻过来 织下针两针 调换位置 把后面的两针调到前面来 前面的三针调到后面去 接着织两针下针 三针是拧着织一针 下针 后面的是三针调到前面来 两针调到后面去 叼完以后 三针并一针拧着织一针 后面两针织下针 后面的两针调到前面来 前面的三针调到后面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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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织两针下针 三针并一针拧着织出来 后面的三针高 后面是三针运带是和革抗的ate 后面的三针调到前面来 后面的三针跳到前面来 先猜拧着织一针 前面的二针调到后面去 后面的三针调到前面来 前面的二针调到后面去 后面的三针调到中 eben 三针并一针拧着织出来 后面两针织下针 还有边上的两针织下针 翻过来 织上针一行 这个花就织完了 这个是后反面 翻过来是正面 正面这两朵花 中间四针 旁边是家的针 花的主体是四周 希望大家喜欢订阅 谢谢 谢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集再见